遇襲的紅十字會辦事處現場不斷傳出槍聲和爆炸聲 辦事處位於東部城鎮賈拉拉巴德 一群武裝分子星期三企圖闖入辦事處 有人先引爆身上的炸藥 炸開閘門 再發動襲擊 期間與軍警駁火 持續兩小時 軍警及時在現場救出至少7名紅十字會人員 內政部說武裝分子最少有6個人 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 但估計與當地的塔利班組織有關 今次已經是5日內阿富汗第二宗針對國際組織的襲擊 香港文事記者廖正文報導